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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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小学 他怕自己万一哪天不在了 两个孩子没法照顾 所以就想把镇上的那套房子卖掉给孩子留点钱 连邻居们都说张老汉做得太绝了 早早的就不管生孩子 这会儿还好意思回来要房子 况且手心手背都是肉 顾着小的就不管大的死活吗 大儿子气得跑到张老汉家大闹 可张老汉的就是油盐不尽软硬不吃 这一天老汉又到儿子家 跟儿子谈卖房子的事情 让儿子尽快搬走 大儿子好话说尽后开始和父亲争吵起来 争执期间大儿子一怒之下推了父亲 父亲跌倒在地受伤了 后来父亲报警 父亲的伤情送去鉴定后构成轻伤 父亲死活不同意和解 要求追究儿子的行事责任 儿子很快被行事拘留了 张老汉扬言说除非儿子同意把房子给让出来 他才原谅儿子让儿子出来 可儿子宁愿坐牢也不同意 男人坐牢 嫂子一下子没了主 整日以泪洗面 嫂子和姐姐就打电话给上大学的弟弟 一家人 数弟弟最有文化 这个时候出了这种大事 只能问弟弟拿主意 弟弟一听立马从学校请了假回来 父亲这时候还躺在医院里 姐姐跟弟弟每天都去看望父亲 跟父亲说好话 希望父亲能够谅解哥哥 这天夜里弟弟再一次跟父亲谈心 讲他小时候对父爱的渴望 讲他们三个孩子这些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他希望父亲能够被感化 放过他哥哥一马 可是父亲一句话也没说 偶尔从鼻腔里发出哼的声音 表达着他的不屑和不满 弟弟说着说着想起他的哥哥 还在饱受牢狱之灾 想起哥哥这么多年为他的付出 为这个家的付出 于是就跪在父亲的床前 弟弟这张老汉说 如果您不同意谅解哥哥 那么我就这么一直跪着 直到你同意为止 弟弟就这么一直跪着 一直说着 可张老汉始终躺在床上一句话 也没搭理弟弟 已经跪到凌晨三四点了 张老汉仍然没有松口 弟弟眼泪哭干 又会想起父亲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 父亲开始骂自己的父亲不负责任 不配为人父 争吵期间 父亲伸手打了儿子一巴掌 弟弟这个时候对父亲彻底绝望 在想到自己的哥哥 他不禁怒火中烧 与父亲扭打起来 张老汉毕竟年纪大了 弟弟疯狂地掐着张老汉的脖子 张老汉竟无力反击 很快 张老汉断了气 这时弟弟开始回过山来 可是父亲已经死了 弟弟害怕极了 他想到哥哥姐姐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 供养他读大学 而自己现在居然成了一个杀人犯 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觉得对不起哥哥姐姐 他才21岁 从小没有父母关爱 他看着父亲的身体惊恐万分 他开始想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可是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去了 东方慢慢泛起了鱼杜白 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 等天亮了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了 弟弟爬到了病房的窗台上 跳了下去 我现在写这段文字 想象了一下弟弟临死前的无助和痛苦 这一生 他的快乐只来自于幼年时 对母亲的些许记忆 还有老师同学对他学习的肯定 以及每年回家 他跟哥哥姐姐团聚时候的温暖 天亮了 事情很快传到了镇上 姐姐和嫂子听到噩耗后 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姐姐醒来 像发了风一样的 冲到了医院 他趴在弟弟的身体上 久久不愿离去 这么多年 弟弟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倾注了他的所有希望 而被关在看守所里的哥哥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张老汉死了 哥哥要出来就必须得到张老汉亲属的同意 也就是张老汉的小妻子和大女儿 张老汉的小妻子死活不同意谅解哥哥 他认为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哥哥 让他没了丈夫又失去了房子 而大女儿天天到公检法去找 他觉得这件事情 事出有因 搭尽了两条人命 他不想再失去自己的哥哥 哥哥在看守所里 不知道这件事情 依然对外说 绝不让步绝不让出房子 小妻子和大女儿这边闹得都很凶 一个求放人 一个要求早日判决 最后商量出一个方案 让人把弟弟死亡的消息带给哥哥 让哥哥把父亲生前受伤花费的医疗费等先行支付 便决定对哥哥判处缓刑 等哥哥知道弟弟因他而死的事情时 在看守所里像疯了一样 他大哭大叫 用自己的头使劲地撞墙 一边啊啊的痛苦大叫 被人拉开后又用手使劲地垂自己的头 他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要碎掉了 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嫂子和姐姐把医药费促起给了父亲的小妻子 镇上的人都骂张老汉无情无义 害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又搭建了性命 小妻子也自知理亏 拿了钱之后便也不再闹了 案子就这么处理结束了 可每每想起还是觉得唏嘘不已